近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印边境流血冲突事件发酵,中印双方高层也开始进行相关谈判。 然而意外的是,就在双方开始接触之时,中国卫星却意外拍下印度隐藏极深的一部暗期,引起北京暴怒,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公布了一系列卫星图片。 发布者表示,尽管中印双方开始进行接触和谈,但是印度显然没有安什么好心,甚至只是在拖延时间。 发布者强调,从卫星图片看,印度边境地区正在部署大量导弹,导弹发射基地也接近完成,甚至部分导弹已经竖起,似乎对准中国。 在6月8日,俄罗斯也有相关媒体报道,证实了该消息的真实性。 据俄塔社报道称,卫星近日发现,印度在边境阿萨姆邦将要部署大批烈火导弹。 从卫星图片上来看,该地区建设有非常完善的导弹发射基地。 基地包括能够梳洗导弹进行训练或者检验的大楼,有三个导弹地下洞库的出口,专用的铁路车站,还有士兵的生活区设施。 有分析人士指出,从相关地形来看,卫星图片中显示的印度导弹发射基地应该是位于印度北部的阿萨姆邦西南边陲,十分靠近中国。 如果印度人真的从这个地点发射导弹袭击中国,那么留给中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将十分短暂。 分析称,从外形看,印度这次部署的导弹很可能是印度的烈火三型导弹,属于中程弹道导弹,是印度目前现役导弹中的王牌。 其射程在3500公里到5000公里之间,能够搭载1.5吨的核弹头,完全能够打击邻国的众生高价值目标。 分析认为,其实该型导弹完全可以部署在靠后的位置,同样能够打击到邻国的众生目标。 不过可能是考虑到想缩短中国的反应时间,故而向前安排了一段距离。 从纸面上看,印度的这部暗棋确实可以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很遗憾,中国卫星轻而易举地把印度的这部棋揪出了水面。 显然,中国战略专家们已经预料到了印度会在和谈期间进行些小动作。 对于中印双方的一次小不易,有俄罗斯专家表示,印度想要在这种事情上搞小动作,完全就是不知死活。 印度人光想着自己偷偷地发射导弹袭击中国,却没有想过印度的全境早就处在中国的打击范围内。 哪怕中国不出动火箭军,光是近期调往西藏军区的歼10,其攻击半径就已经覆盖了印度布置导弹基地的阿萨姆邦。 俄罗斯专家猜测,如果印度真的有点有所异动,不到30分钟,从中国云南起飞的歼10战机就可以将这些导弹基地从地图上抹平。 印度方面偷偷搞小动作被抓到,也在印度国内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 印度斯坦时报近日刊文表示,当前形势下,印度将这种导弹部署到两国边境地区,不仅不利于双方矛盾的解决,甚至还会引起对手的误判,引发严重的后果。